本节目由中华航空赞助播出 中华航空以最优惠的价格 带您回台湾及中国 圆思乡之梦 德州屠杀五名邻居凶手落网 无人机空袭克里姆林宫 亚特兰大枪案一死四伤 各位观众玩 欢迎收看5月3号的 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昕伦 在上周制造震惊全美的 德州五名邻居枪杀凶案之后 38岁的嫌犯奥罗佩萨 近日在案发地附近被警方抓获 根据警方透露 其被抓获的地点距离案发地仅几英里 而他的妻子因为涉嫌窝藏案犯 被警方以妨碍司法公正的罪名 以并逮捕 在上周末爆出的震惊全美的枪击案 四天后取得了关键性进展 38岁的嫌疑人弗朗西斯科 奥罗佩萨 周三被宣布已被警方逮捕 这名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的移民 涉嫌在上周五因为一个不起眼的邻里矛盾 而枪杀了五名邻居 包括一名年仅九岁的儿童 根据警方透露的消息 奥罗佩萨在距离案发地仅几英里 远的一处住宅内被警方抓捕 而抓捕时 他藏在一个壁橱内的一堆衣服下面 警方同时证实了 奥罗佩萨是一名来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 他在2009年至2016年之间 曾被下达过四次驱逐令 但他至今仍留在美国 同时警方也在周三宣布 现年53岁的纳瓦也被警方一并逮捕 他是嫌犯的妻子 警方认为他存在窝藏罪犯并妨碍执法 因为此前他曾接受过警方的调查 并否认知晓奥罗佩萨的行踪 显然他对警方撒了谎 据悉目前警方对奥罗佩萨发布的保释金 金额为500万美金 此前德克萨斯州警方联合蒙格玛利县警方 共同发布了一份高达8万美金的悬赏金 而警方也承认悬赏金起到了作用 但警方拒绝透露举报人的任何信息 案件的5名受害者均被确认为 来自宏都拉斯的合法移民 其中包括一名9岁的儿童 奥罗佩萨残忍的以刑刑式的枪杀 杀戮了5名被害者 警方表示 每一名受害者都是警部以上重弹身亡 对于这样的凶手 当地检察官员也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今天凌晨两年左右 克林姆林宫遭到两架无人机的袭击 当局称这是一场针对普廷的蓄意行为 激进派甚至扬言要立刻对乌克兰总统 则连司机展开斩首行动 但乌克兰方面则否认所有指控 强调战争的恩怨就要在战场上解决 今天凌晨2点27分左右 有一架无人机出现在了 克里姆林宫的屋顶之上 当它继续前进之后 就被击落化成了烟雾 但又在大约15分钟之后 第二架无人机再次出现 它直直冲向了克里姆林宫 随后就在顶部爆发出耀眼的火光 尚不确定是其撞到了屋顶 抑或是遭到俄罗斯军队的击落 但其爆炸之后 依旧在克里姆林宫的圆顶上 落下了燃烧的痕迹 随后俄罗斯官方也证实了这一消息 称有两架无人机 瞄准了总统普廷发动攻击 但都已经被俄军拦截 该国也强调会保留报复的权利 目前还没有其余更多的情报公布 国务卿布林肯也谈到了美方的态度 正在与俄罗斯敖战的乌克兰 则成了外界最大的怀疑对象 不过总统泽连斯基则出面回应称 我们不攻击普廷或莫斯科 我们会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 由于下周就是俄罗斯二战胜利日的阅兵仪式 发生爆炸的大楼正是该国参议院的所在地 也是阅兵仪式上俯瞰红场的最佳地点之一 对此俄罗斯强硬派已经向普廷发出提议 要求立刻对泽连斯基本人进行报复性攻击 今天上午俄军也照常向乌克兰发动了反击 乌克兰内政部表示 赫尔松的一家超市遭到导弹袭击 导致17人死亡26人受伤 乌克兰议会的人权监察员鲁宾内斯则回应称 侵略国正将居民楼、商店、公共交通、铁路作为目标 这些都是侵略者必须受到惩罚的罪行 也是针对平民人口的恐怖主义袭击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宣布将再度加息25个基点 这是自去年3月以来美联储的第10次上调利息 新的加息政策让金融业面临新一轮的冲击 鲍威尔同时也呼吁联邦政府应尽快提高债务上限 以解决国债到期的信用风险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周三宣布将进行去年3月以来的第14加息 再度加息25个基点 虽然众所周知 美联储官员目前面临两种互相竞争的经济趋势 这可能使他们未来利率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 一方面如果银行限制贷款且金融市场因担心国家债务违约而暴跌 银行业的动荡和政府借贷限额政治斗争可能会削弱全美的经济形势 这种担忧会让越来越多的金融业者反对进一步加息 至少目前是这样 另一方面通胀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放缓 但仍远高于央行所期待的2%的目标 这将引起市场担忧美联储可能不得不进一步收紧信贷 以减缓物价上涨 随后将进一步加息 这一期是将导致借贷利率不断上升并加剧经济衰退的风险 这两个广泛的潜在结果可能会在美联储官员中引发分歧 尽管他们在周三依旧将利率上调至16年来的最高水平5.1% 尽管本周已经爆出第一共和银行的经济危机 但鲍威尔依旧认为银行业目前处于广泛得到改善的局面 他在周三重申了这一观点 另外华尔街也在担心即将在6月到期的国债危机 会对经济造成严重的打击 鲍威尔对此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呼吁联邦政府尽快和国会达成一致 以提高债务上限从而避免出现信用危机 他同时也发出了警告称 任何机构都不应该指望央行来保持经济稳定 至少他目前没有对这件事做出过任何承诺 不过虽然激进的加息依旧是美联储现阶段的主题 但周三的会议上也暗示和透露了 是否会再度加息的可能 在被问到是否会持续加息时 鲍威尔表示这个话题将在6月探讨 相关媒体认为各方面的压力 可能会导致美联储在一定程度上暂停加息的步伐 亚特兰大警局局长今天表示 当地市中心的一家医疗机构内 24岁的嫌疑人迪昂帕特森持枪向5名女性射击 导致1人死亡4人受伤 帕特森随后逃亡不知去向 亚特兰大警方也发出了1万美元的悬赏令 希望尽快将其捉拿归案 正如亚特兰大市长所说 今天中午12点08分 亚特兰大中城区的医疗中心 Northside Hospital Medical 11楼发生大规模枪案 凶手已经被确认为24岁的迪昂帕特森 他向5名女性开枪 导致其中一人当场死亡 嫌疑人迪昂帕特森则在作案之后逃亡 至今还没有被抓获 另外4名遭到枪击的民众 则在随后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根据最新的消息 嫌疑人帕特森是一名前海岸警卫队队员 他于2018年7月入职 担任二等电工副手 并于今年1月才刚刚退役 海岸警卫队表示 他们正在与亚特兰大警局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 调查这起枪击案的始末 但此人的动机和其他更多的信息 则还有待未来几天才能公布 巴西警方出击波索纳洛住所 休息过后来看国际新闻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一间学校发生枪击案 一名14岁的男生早上8点多在教室内开枪 造成9人死亡 包括8名同学以及一名保安人员 另有6名同学及一名老师受伤送医 枪手其后在操场被到场的警员拘捕 塞尔维亚政府与警方表示 首都贝尔格勒市中心一所学校 3号发生一名少年持枪开火 杀死8名孩童与一位学校警卫 另外有6名孩童跟一位教师受伤 警方以姓名第一个字母称呼枪手为KK 根据声明KK是该校学生 出生于2009年并且在学校里被捕 当局正在集中努力 以查明导致这起悲剧的所有事实跟情况 警方在稍早声明表示 他们在早上8点40分左右 接到了小学枪击事件的报案电话 嫌犯是该校的7年级学生 并指男孩显然拿了父亲的枪 对教师及其他学生与警卫多次开火 报道指出吓坏的家长赶到学校 试图找到他们的孩子 目击者表示 现场大约有7辆救护车 学校周围道路已被警方封锁 当地媒体也捕捉到 这名14岁枪手被逮捕的画面 当他被警方压到警车上时 他的头被蒙住 这名对老师及同学开枪的男孩 在大家口中是个安静的孩子 也是好学生 他会开枪的原因 人带厘清 大规模枪击案 在塞尔维亚即位罕见 近年来更没有在学校发生类似事件 塞尔维亚上一次发生大规模枪击案 已经是在2013年 有名巴尔干战争老兵 在中部一个村庄杀害了13个人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3日在芬兰首都赫尔兴基现身 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会谈 这是自俄乌战争开大以来 泽连斯基罕见的出访行程 而泽连斯基此行 还将参加北欧乌克兰峰会 与芬兰瑞典 挪威丹麦和冰岛的领导人 共同会谈 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办公室表示 泽连斯基到赫尔兴基后 先与尼尼斯托单独会谈 之后发表两人的联合声明 然后泽连斯基将再参加 北欧乌克兰峰会 与北欧五国领导人 共同见面商谈 北欧乌克兰峰会预计 将讨论俄乌战争 以及北欧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另外也会提到 乌克兰与欧盟和北约的关系 同时会讨论乌克兰对和平的倡议 泽连斯基也预计将分别 和瑞典总理克里斯特森 挪威总理斯托尔 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 以及冰岛总理亚克斯多提 举行双边会谈 泽连斯基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 北欧乌克兰峰会将进一步讨论 欧洲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 并希望能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芬兰最近才刚加入北约 泽连斯基此次出访的行程保密到家 一直到他仍安全抵达赫尔辛基之后 才对外公布出访消息 芬兰为了保证泽连斯基安全 也是沿途戒备森严 乌克兰总统顾问萨里夫纳 在Telegram发文表示 为了加入北约以及支援盟友 必须从事基本外交工作 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之后 北欧五国誓言 对乌克兰提供金援和军援 丹麦昨天表示 正在运送价值17亿 丹麦克兰的军事援助给乌克兰 以协助乌克兰即将发动的攻势 巴西联邦警察今天发布声明称 他们对前总统波索纳罗的住所 进行了突击搜查 以私与伪造疫苗接种卡有关 不过波索纳罗在之后回应称 他至今没有接种过疫苗 也从未参与任何与伪造疫苗卡 有关的犯罪活动 巴西联邦警察在今天向前总统 波索纳罗的住所进行了突击搜查 逮捕了前总统的私人安保人员 马克思·吉尔赫姆和另外两名嫌疑人 据悉警方正在调查一期 涉嫌伪造新冠疫苗接种卡 有关的犯罪团伙 他们在一份声明中说 联邦警察总计发出了 16份搜查令和扣押令 以及另外6份逮捕令 不过他们也强调说 这是相当大的机密调查 因此在获得关键证据之前 将不会发表其他的声明 警方还在首都巴西利亚 对波索纳罗和其妻子米歇尔的居住地址 进行了搜查和扣押行动 调查的内容则与此前的相同 米歇尔在推特上说 我们不知道调查的原因 甚至连我们的律师 也无法访问这些具体内容 目前只有波索纳罗的手机遭到了没收 根据巴西当地媒体的说法 警方的搜捕原因 可能是波索纳罗一家的 疫苗接种卡涉嫌伪造 但米歇尔则认为 在他们的这一家里 只有他本人接种了疫苗 在之后不久 波索纳罗也证实 自己和自己12岁的女儿 都没有接种疫苗 他们也从来没有伪造过疫苗接种卡 巴西警方的一份声明称 他们正在分析搜查期间 所缴获的材料 并会在未来几天 与几名可能掌握了 相关信息的人进行会面 声明中还补充说 从理论上来讲 调查的事实 已经构成了 违反预防保健法 以及在信息系统中 插入虚假信息 和诱导未成年人等等罪行 波索纳罗所在政党的领导人 瓦尔德玛·戈斯达尼图 则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们相信 所有的法律疑惑 都会得到澄清 并最后证明 波索纳罗没有参与 任何的违法行为 现在让我们来看地方新闻 就在持续三年的 新冠大流行 即将逐渐离开人们生活的时候 位于就近山市中心的一家 著名零售商场 宣布关闭旗下的两家店 零售行业相继面临着 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凋零 这也再度引发人们 对疫情过后的经济形势 感到担忧 又是一天 旧金山市中心的 另一家商店关闭 这一次 诺德斯特隆公司星期二宣布 它将关闭其在市场街 附近的两个地点 这则消息引发了 关于市中心状况 和对其当地经济影响的讨论 但这些日子都已经过去 至少现在是这样 根据一些衡量标准 旧金山市从这场大流行病中 恢复的最慢的城市之一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许多商界人士 正在敦促城市领导人 正面解决犯罪 和无家可归者等问题 他们说城市需要 一个繁荣的城市核心 来支付税收和社会服务 而且受到的伤害 不仅仅只是这些大品牌的商店 一些本地企业 如诺德斯特隆旁边的 科尔五金店 说他们也受到了影响 但也并不是得到的全市坏消息 瑞典的零售巨头一家 最近宣布 他们将在诺德斯特隆市中心 不远的地方 开设一家全新的商店 而且考虑到湾区周围 发生的大量财富和创新 一些商业领袖说 尽管现在形势严峻 但他们相信旧金山的经济 依然会反弹 今年冬天和春季不断清洗加州的 冬季风暴和大河气流 带来的影响还在持续 近日有部分加州的农民抱怨说 这些恶劣的天气 导致目前的加州市场里 很多原本应该早已上市的输果产品 迟迟不能供应 包括最受欢迎的樱桃和杏等等 与时间赛跑的过程中 工作人员对生长在弗雷斯诺 小园农场的年轻开心果树之间的 燕耐草进行打包和实践 这项工作必须在 威胁性的天气出现之前完成 今年樱桃的收成远远超出了计划 果园和田间作物经理罗布·威尔默特说 雨水和寒冷延长了树木的休眠期 因此他们睡的时间更久 种植者通常担心收获期间会下雨 但这些樱桃仍然在发育 在每年的这个时候 你通常会注意到柑橘树上有很多水果 但正如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果园里的树上 仍然开满了白色的花朵 除了橙子和樱桃之外 果园里的杏树也被推迟了收获季节 稍待回来要看前进华尔街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曾经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5月3日星期三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大盘今早涨跌不一 投资者继续权衡大型企业的财报 并等待美联储公布最新的政策决定 美国4月的ADP私营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 今天下午 美联储宣布加息25个基点 这符合市场预期 是一年多以来第11次上调利率 也是连续第三次漫步加息 市场人士认为 整体而言一息声明措辞至少包含这一个微弱的肯定 就是尽管紧缩政策可能继续有效 但是随着政策制定者评估各类数据和金融状况 实际加息的路径其实并不明朗 消息带动大盘短暂的上扬 到只曾上涨了超过100点 纳指也一度的反弹了1% 不过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会后重申 在压低通胀方面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通胀前景展望 也并不支持减息 消息拖累大盘掉头走低 在今天收盘时 道匈斯指数下跌了270点 收报33414点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55点 收报12025点 标态指数则是下跌了28点 收报4090点 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4月份的服务业温和增长 与三年来增负最为缓慢的企业活动 形成了制约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供应管理学会ISM 4月份的服务业指数 从3月份的51.2 小幅上涨到51.9 一项衡量支付价格的指标 接近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企业活动指标下降了3.4至52 表明增长 但是速度为2020年5月以来的最慢 一项与ISM工厂生产指数对应的指标 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反映出对服务业的需求走弱 报告还显示 4月的服务供应商的招聘速度 进一步的放缓 就业指标下滑至50.8 表明就业人数温和增长 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MBA 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 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的利率 下降了5个基点至6.5% 尽管如此 购房抵押贷款申请指数 截止到4月28日仍然下跌了2% 房地产市场近期出现了一些起稳的迹象 但是抵押贷款利率整体仍然处于高位 这可能会抑制需求 NBA再融资的申请指数上涨了0.8% 为连续第二周的上涨 各股方面的消息 全球最大的连锁咖啡店Starbucks 上季的业绩好过市场的预期 期内中国市场的铜电销售录得增长 Starbucks第二季度的纯利为9.08亿美元 按年增长了近35% 经调整之后的每股盈利为0.74元 高过市场预期的0.65元 收入增长了14%至87.2亿元 期内中国铜电销售按年增长了3% 是2021年第三季度以来首度录得增长 此外Starbucks美国业务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劲 铜电的销售增长了12% 而在上一个季度 全球铜电销售则是增长了11% 高于市场预期的增长7.1% 在今天收盘时 由于受到了大盘的拖累 公司的股价收报每股103.9元 下跌了9.1%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以上就是华外电视频 以上就是今天5月3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昕伦 5月份是亚裔传统月 不要忘记继续收看 在晚间新闻之后 接着为您播出的我们的故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